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给他介绍一下 go的这个编程的一个规范和代码风格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正确我们要写出这个规范的代码 那么有几个地方是需要同学们掌握的 第一个呢 就是需要有正确的注释和注释的风格 在go语言里面呢 他官方推荐尽量使用行注释来注释整个方法和语句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原代码 刚开始我们打开原代码了 看没有 这个是go里面的一段原代码 我们往下面一拉 你会看到他的这些注释几乎都是用的行注释 你看啊 几乎都是行注释 看没有 很少看到块注释 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借鉴他的这种这种方式 就是尽量用行注释来写来对我们的代码进行注释 这点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写到这里来 好 规范的 好 往这拉一拉啊 叫 规范的什么呢 规范的代码风格 对吧 代码风格 好 把它整理到我们的笔记中 第一个是什么呀 第一个就是刚才老师所说的这个问题 怎么样 要有正确的注释和注释风格 就是官方呢 他推荐我们用这个行注释来注释 这个原代码大家刚才也看了一眼 对吧 确实是这样用的 这第一个要说的 第二个呢 同学们要注意的是要有正确的说净和空白 要有正确的说净和空白 你比如说吧 同学们看 看这里 比方说我这一段代码 你看 都有说净 你不要这么写啊 同学们 你看 你别整体 实实的堵在这一起 这样看起来 非常的不好看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要有正确的说净 比如说这个 你选中 Table键 对吧 这样子看起来多方便呢 它有正确的说净 代码看起来就比较清楚 比较清晰 所以说呢 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它要求有正确的说净和空白 那有些同学老师 那这个说净怎么说净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的使用啊 比方说 同学们看 假设这个地方 顺序有点乱了 我怎么处理啊 首先 我把这些全部选中 注意看 然后呢 我按Safe的Table键 按这个啊 Safe的Table键 整体向左移动 整体向左移动 移动到V了过后 再按Table键 整体向右移动 好了 第一种方式 就是使用我们的Table键 来实现这个说净 按一次Table 就整体向右移动 按Safe的加Table 整体向左移动 完事 第一种 第二种 说老师 我不想用这种方式 我用什么其他方式行品 还有一个叫 Go Format 这个命令 也可以来完成格式化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方说吧 还以刚才这个为例 还以刚才这个为例 比方说 我这个代码呢 这儿 这儿 瞎写的 很不好看 你看我怎么处理啊 打开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 演示一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怎么用呢 就用FMT Go Format 然后May 点购 回车 你看 当你一执行过后呢 你会发现 格式 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乱了 你看这明显 它对齐了 是吧 对齐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 这个文件没有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子 最近 你这样写的话呢 只是 把这个 格式化过后的 输出来 但是没有 真正的把这个 把这个格式化的 这个文件 再写进去 所以说呢 要使用这个指令 刚达不了这个指令 好 这样呢 就把它写进去了 写进去过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文件 你看 我们把这个文件 切换一下 要重新打开 我把这个文件打开 再重新打开它 你看 对齐了吧 好 所以这两种方式呢 大家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好 我把这个呢 笔记 先补一补 补一补 第一个 我们讲的是 正确的缩净 和这个 是吧 把粘过来 干脆把这个整体 咱们都把它 拿过来就行了 正确的缩净 和空白 好 我把这个代码 稍微的整理一下 标题三 第一个 第二个 对吧 第三个 我们讲的是 空格 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 这个刚才演示的案例 已经演示过了 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个看老师演示 对吧 的演示 主要搞懂 table件的操作 还有一个就是 save的table 件的操作 另外呢 就是这个格式化 格式化我是怎么用的呀 两个重要的指令 第一个指令 就是刚才老师写的这个 go format main点购 这个呢 只是把格式化的东西输出来 而这个 go format r呢 会把这个 会把你这个 格式化的东西 再重新写运 到这个文件 就真正的格式化了 好 所以说 我把这个呢 也给大家 拿到笔记里面来 好 一个是这个 对吧 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呢 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啊 这个指令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该指令 该指令 可以可以将格式化的 格式化后的这个内容 重新 重新写入到 重新写入到文件 写入到文件 OK 当你打开 重新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你会看到新的格式 当程序员 程序员 重新打开 该文件时 该文件时 就会 就会看到 看到新的这个格式化的 新的格式化后的 格式化后的这个文件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嘛 对不对 好 我把它呢 也放在我们的笔记中去 好 这是需要同学们注意的 第三个 运算符的两边 就是我们一个正确的 这个编码风格啊 运算符的两边 习惯性的各加一个空格 你比方说吧 你要写个 A加4乘以5 那么我告诉大家 运算符两边都要加空格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运算 VR 我第一个变量叫Lumber 等于多少呢 等于2 加4 乘以5 大家看这里 你看我这里都有空格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编程的一种风格啊 就是实际上它的元代码也是这么去写的 如果你有兴趣 你打开它元代码你会发现 它几乎也是这样做的 我输一个加号 大家看 我要走啊 我要走 它的运算符啊 你看这里 你看它也是这样写的 看没有 其实这边应该 更好的方式 应该打两个这个空格更好啊 但是上面写 其实按理说应该是打开的 但是你看这 等号两边 它确实给空格了 加号也给了空格 对吧 加号也给了空格 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 来进行这个 这个编写 我们的代码 好 我把这个呢 也给大家写到这里面去 养成这个好习惯啊 好 我把它放到这里 这是我们在写这个运算符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写 好 把它放到这里 养成一个好习惯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 最后就是一个代码风格的问题 在我们的购语言里面呢 它不允许这种 这种方式啊 大家要注意 我们以前呢 其他的变成语言 语言里面啊 包括加号呀 C呀 包括PSP呀 等等 他都允许这样去写 但是在购语言里面呢 他不允许这样去写 原因是什么呢 他认为 这个设计者啊 他是这样认为思考的 他认为 有些人喜欢这么去写 有些人喜欢这么去写 导致没有一个标准 就是 就是 就是感觉好像 好像 好像就是有两种风格一样 而我们的这个 购语言的设计者 他是怎么思考的 他认为 最好是一个问题 只有一个解决方案 他提成这样子啊 就是设计者的一种思想是 对听我的一句话啊 设计者 购语言的设计者 他有一个思想 他思想什么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尽量尽量只有 只有 一个解决方法 他尽量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要求我们强制 每个程序员 就只能写这种风格了 那你 想着写这个风格 他也不允许 这样子呢 大家风格反而就怎么样 都统一了 我就不跟你废话了 对吧 你也不用去问 我到底是这样写 还是这样写呢 不管 因为他只有这种写法 才是合法的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要说吧 大家看 这样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又换行 大家看代码就错了 大家看这里 错了吧 他认为什么呀 你没有这个方法提 总而言之 他不允许 对吧 说说我又回到原先 说学编程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始终是在考虑 别人怎么思考 而不是说 我们认为应该怎么样 对吧 那么设计者 就这样设计的 那么我们就遵守这个规则 就可以了 很简单 说说不要这么去写 我把这个案例放到这里来 我把这个编成风格 就是 就是够语言 够语言 的这个代码风格 代码风格 代码风格 哪种是合适的 哪种是允许的 哪种是不允许的 我把它写到这里来 大家看这里 第一个 就是同学们看到的 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而这种方式呢 这个 购语言 是不允许的 他认为这种写法是错的 好吧 好 我们就简单的 把它写到这里来 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这儿啊 这种写法是OK的 这种写法是对的 就是可以的 上面的写法是OK的 上面的写法是OK的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没问题 这个他允许 那么下面这个写法呢 大家再看这个写法 他就不允许了 这些代码 我也把它放在 我们的笔记里面去 同学们看一下 这种写法呢 他就不允许了 他认为这个写法 它是不合法的 就上面的写法 不合理 这种写法不对 写到这里来 上面的写法 上面的这个写法 不是正确的 不是正确的 C语言 够语言 够语言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 这样编写 为什么呢 因为够语言 它是 它就是这样规定 它就这样规定的 因为我们说了 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问一个原因的话 那么够设计者 他的一种思想是什么呢 他的一个思想是 对吧 他的思想就是说 那一个问题呢 咱们就尽量只有一个解决方法 基于这种原因呢 他就保证我们 只能这样去写 下面这个写法 他就是错的 好 我把它 不要红 好 这是我们要说的 这个 第四点 那么 还有一个风格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在购语言里面呢 他建议 他建议每一行 不要超过八十个字符 超过的呢 要求用换行来展示 尽量保持代码的优雅性 就说 我们这个代码 如果很长了 就是这句话很长很长了 对不对 你就不要 使劲的往后面写 打个比方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点print 假设 我们都要输出一句话 叫hello what ok 好 这个时候你怎么呢 假设这句话很长啊 这很长 你想一想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 怎么样 很乱了 看没有 是不是很乱啊 很乱 那这个时候 你想一想 这个东西 往这边后面看 你自己看起来也难受吧 你是不是看起来也难受 对吧 很难受 怎么办呢 咱们换一行 但是这样换行啊 还不好使 对吧 这样换行还不好使 咱们得想什么办法呢 咱们得想其他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案例 可以这样去处理 比如说 我们再举个例子吧 举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这个要换行 咱们怎么处理 好 我们看看啊 如果说你这么长怎么办呢 它每个都有一个方案 比如说 在这地方我们可以这样去处理啊 大家可能现在没学 你先听一耳朵 打一个逗号 换一行 好 假设呢 我这又还有很多 怎么办呢 又换一行 好 假设我还有 接着我再来 打分号 再来 这还有怎么办 这还有怎么办呢 接着换行 它总是有方法的啊 总是有方法的 再来 走换行 好 可以了 你看 这样子的话呢 它通过这个逗号的方式 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逗号 有点类似于啊 有点类似于咱们以前 那个输出的时候 用那个加号的方式 把它连在一起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你输出 它仍然可以输出一大坨 那看一下啊 来 走一个 go run 什么呢 命点 go 走 对吧 还是可以输出来吗 对不对 还是 那输出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这样换行 那就 它就看不出来 如果你想让它换行 你也可以用这个 席杠恩 对吧 你说 我输出的时候 也要换行 怎么办呢 你给我打席杠恩 它就换行了 那么我们刚才学的 这个转移制服呢 就发挥了它的作用 你看我再来跑一遍 走 你看这样子 它就输出的时候 也换行了 对不对 就比较好看啊 就比较好看 好 这是我们讲的 这么一个细节 一行 最行 不要超过80个字符啊 尽量保持我们代码的优雅性 第五点 站到这里来 我也举了一个例子 举例说明 对吧 我举例说明了一下 那这个案例呢 我把它也放在 我们的笔记里面来 好 这个笔记当时我们是写了这么一个小案例 对吧 好 我把这个给大家解一下图 你看这地方我们就 就是通过这个逗号的方式把它换行来输出 好 放这里 好 同学们 那关于规范的代码风格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里 有几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第一个 注释 尽量用行注释来做 第二个呢 咱们要有正确的缩净和空白 第三个 注意听 就是运算符两边要习惯性的加一个空格 这样两边都要加空格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清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购语言的这个风格呢 这个他要用行这种风格啊 就是大过号要写到命函就函数的同一行 你不能这样写 你这种写法呢 他就在我们的购语言里面 他认为这种写法是什么呀 是错的 没有办法 还有呢 每一行最好不要错过80个字符 超过了的话 咱们用换行的方式来展示 OK 这个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先给大家看